前来没事看到一则报道 王思聪又一位女王红被登上了热搜 之前都是女王红被王思聪分手而上热搜 而这次是王思聪舔狗不成上了热搜 让他上热搜的这个人 就是拥有着70多万粉丝的孙一宁 多么好的新世纪女生 为爱情至上拒绝金钱 而且拒绝的是坐拥美女无数的国民老公王思聪 孙一宁不仅不买账 还把王思聪的舔狗聊天记录报了出来 这让孙一宁不火都不行啊 但是确定孙一宁就没有心机了吗 孙一宁的聪明在哪里 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王思聪没有搞定孙一宁显而易见 他付出的成本根本抵不上孙一宁不喜欢他的决心 22岁的孙一宁早已经看穿了王思聪的本质 王思聪压根就不打算付出感情 明确表示不结婚不负责 不出财产不过日子 喜欢你了就给你买名牌 哪天不喜欢你了就换掉你 都知道和王思聪好过的女生 最后都因为各种理由导致被分手 至于分手的原因吧 那只能问王思聪是咋想的了 但是他可不是受伤的那位 往往受伤的都是女人呢 我觉得王思聪没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 他没有意识到除了他的家庭背景外 他是一个毫无异性信力的人 他以为他自己身边左右逢源 很多网红喜欢他 对他献殷勤都是因为他讨人喜欢有才华 其实只是单纯的因为他有钱 如果没钱了他简直就是毫无价值 但是王思聪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 就是感觉自己魅力无限 其实除了钱啥也不是 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不买账的孙一宁 让王思聪下来台了 头脑清醒的孙一宁知道 就算和王思聪再好再爱也没用 因为王思聪是个不婚注意者 早早晚晚女方都是要被分手的 那不如走个高点的认识 别人都求之不得王思聪 而我孙一宁偏偏偏就不买你王思聪的账 看你能咋理我 这样一来不但长粉无数 还能给自己一个完美的人设 岂不是两全其美 更可笑的是王思聪看到被爆料 发了个圈说的什么 等我睡醒了再爆你孙一宁的料 哈哈哈哈 搞笑呢 爆料还要分时候 你是想给自己留点时间 想想接下来的对策吧 不过我建议孙小姐 走性情中人爱情之上的路线 估计已成为顶流网红 也就是这两天的事的 那那王校长的聊天记录 估计王思聪是遇见真爱了吧 哈哈 但愿是真爱 而不是得不到的再骚动啊 但是这个事完全是捧红了孙一宁小姐 不管是作戏也好 还是虚情假意也罢 在公众面前这样对王思聪的 还真没有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拜拜了 您来